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职任媒体人罗旺哲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最近媒体民调看起来 喉召跟赖销有点接近 甚至据说联民进党内参的民调两组候选人的差距 甚至在百分之三以内有这样一个说法 那很多人就说这几年选举都是看到日本学者 小丽媛星星的分析 那我们看到他最新的一个分析是说 喉召紧追赖清德 那其实他说的意思是赖清德还是领先的 但是领先的这个幅度比较小 所以没有办法让人断定说一定不会翻盘 可是是不是就是说翻盘很容易呢 也不是 他说在野党如果要翻盘 可能会需要依靠是不是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 丑闻爆料或者是一些外部的影响 而真正能够影响选战情势 就要看是不是一个全新的令人震惊的素材 还有一定的根据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天 如果要说这个突发事件丑闻爆料的话 那大概就一定是要说柯文哲的这个新竹农地停车场了 因为这真的是守护农地狠狠打脸 我们请东豪哥来说 这个对柯文哲的伤害有多大 这是根本性的 因为我从2014年认识到柯文哲 不管我对柯文哲有再多意见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柯文哲会跟农地连结在一起 那农地的事情本来就很敏感 而且他的事情爆发之前12月7号的时候 他才开了一个针对农地的记者会 而且他大概我记得有个标题 大概要给农村新生命 如果新生命现在变成停车场 变成在等农地重化 重化就变那个建地 那到目前为止柯文哲的处理方式 就是先把租金捐出来 可是关键不是租金 关键是那块地 那柯文哲说要卖 卖了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后续的效应 你卖了多少钱 你卖给谁 你卖给原来的医生吗 还是卖给原来跟他们租地的九顶建设 如果他卖了 我们假设他卖了4000万 那他原来是1500万 那产生的是2500万的差价 这个社会观感跟柯文哲的人设之间 会产生很大的打击 那如果你卖低了 比如说你就卖1500万原价 那社会就会因为这样子而相信这个交易吗 就是说如果你又超乎行情的话 因为当地的行情来讲 你随便去Google一下 他大概200多坪的农地 就同一个段 同一个段的农地 大概可以有4000万 那比柯文哲他们这块是700 但是因为他们是六个人共同持有 所以他会产生一个就是说 后续的数字 都会对于炒农地 养农地这个事情再次加深印象 可是核心问题是 柯文哲你怎么去碰农地 到目前为止没有好的解释 他推给他爸爸 那你推给爸爸这个事情 因为柯文哲你不是12岁 你不是20岁 12岁20岁的人忽然间有一个房地产 那一定是爸爸买给你的 可是你60几岁的人 然后你当年买的时候 你是壮年 那你说这个又要推给爸爸 我觉得对柯文哲受伤最重的一件事情是 他原来的支持者 比如说像竹科 或者我们竹北有一些软体工业园区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30到39的人 是非常支持柯文哲 那这群人因为住在大新竹地区 他们会对农地这件事情会有概念 这个伤害 柯文哲怎么办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 但是这个伤害 并不代表 他们就一定会转投其他的两位候选人 有一些大概你从民调里面会看到说 因为柯文哲有往下 可是他还没有到崩盘 那这一群核心知识者 我觉得在等柯文哲一个好的解释 那柯文哲到目前的解释是不够的 他觉得我捐了 新竹市收到你 你只是捐了租金 对 核心问题是你怎么当年去买农地 然后你推给爸爸 这个解释够不够利 那后续还有的 衍生的就是 因为他挖出了建筑物废弃物 因为他只挖了一小条 就跑出那些东西了 你如果整个开 如果是全面开挖的时候 因为他势必要全面开挖 然后那些东西 因为有建筑废弃物 势必要挖到一定的深度 那个挖出来的 会不会让柯文哲的人设再次打击 这一个很强烈的割裂 望哲你觉得 你等得到柯文哲一个好的答案吗 或是你可以帮他想一个好的答案吗 这个柯文哲这个杀伤力 其实台湾上是有的 而且重点是会对中间选民 对于柯文哲过去很常主打中间选民 造成一个强烈的剥夺感 为什么你柯文哲在台上当医师 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农地吗 智商一五席 到底说你看那什么 都会是答案就直接出来了 那你明知道那是农地 你还盖停车场 那或许不是他盖的 可是如果当你买的时候 你知道那是农地 结果现在变成停车场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制止 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过去柯文哲在选举的时候 那块地就已经存在了 那如果既然存在的话 那为什么你都没有处理 代表说他们觉得 这一体他们可以凹过去 就说这一体不会影响他的选举 那现在回过来看 柯文哲目前看起来 是做了一个比较快的处理 在当地上 他直接把它封锁起来 也没有像柯妈妈的违禁一样 直接当然拆掉 但是问题是你拆了之后 大家会觉得说更好奇 到底那当中有什么大秘宝存在 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是一看一挖之后 发现里面都钢筋铁条 因为大家说旁边都是农地 你光是农地要恢复到 过去可以耕种那个情况 至少三五年跑不掉 那你现在等于是 你是摧毁这块农地 所以就变成说 柯文哲的农业政策 就会受到影响 这是直接 最直接的 最直接影响的这个冲击 尤其是新竹 现在算他是本命区 因为新竹现在谁执政 高宏安 所以高宏安如果执政 又遇到柯文哲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恶联伤 对民众来说恶联伤 所以今天柯文哲会跑到新竹 去办造势活动 对对对 正在进行 你看昨天柯文哲在新竹 办那个大造势 其实我觉得人可以更多 但是可能受到这两波的 风波影响 其实人在现场去 大概就那几批人 跟着他全台跑 你说到底有没有增加 我们拿过去跟高宏安的 造势场合来比较 一翻两瞪眼 你看柯文哲在场子上 其实虽然说年轻人 还是比较多一点 但是问题是 他没有像过去柯文哲到新竹 是那种热情所在 你知道吗 而且重点是谁没有出现 高宏安没出现 照理说你来新竹市 办造势场 高宏安是不是应该出现 那高宏安没有出现 代表什么意思 可能他也觉得 这一波 这几波柯文哲在 选战的议题上 对他来说 也不见得会加分 那高宏安 相对于柯文哲来说 高宏安也不见得是加分 所以两边都 两边都觉得 不见得是加分情况下 两边那还互补 就不用凑在一起了 所以你看高宏安 现在跑哪里去了 跑到旧金山去了 他去旧金山考察 难道他不知道民众党 在这时候 需要他出离 需要他出来 而且现在是唯一 唯二 因为另外一个在金门 民众党的执政县市 第二个就是在新竹市 所以你说新竹市 对柯文哲来说 是重中之重 结果像新竹市爆发的 那个农地的争议 再来高宏安不在家 然后你自己妹妹柯美兰 用五党籍来选举 我觉得这对他一连串 在新竹市这个操作 我是看不太懂 而且我觉得对他 非常的伤 因为大家也说 不对啊 你妹妹应该就加入 民众党才对啊 跟着我们一起选举 可是你看 柯美兰是挂五党籍 代表什么意思 他想要切割的意思 那你既然想要切割 那你为什么又想要 过去民众党支持者的票 再加上这个 过去民众党支持者 最近是什么 居住正义 土地正义 对不对 还有这个财产平权 可是你看 光是农地这块事情 讲不清楚 说不清楚 那对柯文哲来说 是会直接商量 柯文哲不是标榜 公开透明吗 那你就应该在议题上 他的公开透明都是要求别人 所以你就应该在这个议题上 直求对决 你看柯文哲 既然你买那块地 你到现在有没有去过 那块地过 你当时就应该在那边 开计划会直接自清 可是没有 你看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主动去谈这个议题 反正是民众党这些小鸡 帮他出来换家 甚至他新竹市的党部主委 出来说怎么样 可是柯文哲从头到尾 没有再碰这个议题 这个很匪夷所生 难道说你今天买的农地 别人比你更了解吗 不可能吗 的确 一定是你自己最了解 可是你自己 大家看的是你柯文哲 有没有出来讲解 就像我们检视赖心得一样 赖心得在无意见争议的时候 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 大家也会质疑他 可是像换了你柯文哲身上的时候 大家会说 你柯文哲是不是出来 应该讲清楚 你就把那个list列出来之后 你不是之前MG149 大家会议还记得吗 你就把那个账单 直接公开贴到 你背后的背板上 对 你就同样的规格 给大家看一翻两顿 大家也不会有话讲 可是你看看起来 柯文哲似乎想在这个议题上 是比较闪躲的 我觉得比较有趣 他闪躲自己的议题 但是他又还去批评赖心得 他说看赖心得处理 这个万里老家违建争议 可以判断他未来一定是很独裁的 然后我就觉得 这样子 你确定大家不会把一样的标准 放在你身上吗 我们请上官来看 他这样子的效率危机处理 他当然今天他捐出款项了 但是如登豪讲 他后续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解释 需要处理 他现在的危机处理有及格吗 我觉得一件事 这个危机处理 当然我认为 没有什么及不及格的问题 违法的事情就摆在那边了 你再怎么处理 他都叫违法嘛 他没有什么危机处理 他不会说危机处理的时候 可能违法 我阻却了他的违法 让他变合法 不是嘛 你就是一个违法的事件 摆在那边嘛 当然柯文哲很讽刺 他这块土地找了两个人处理嘛 一个是李国璋要负责去 去抛掉嘛 去把他恢复嘛 另外一个就是黄国昌嘛 他请他律师看怎么处理 黄国昌有处理 黄国昌的经验好啊 农地的经验 国有地的经验 他有经验嘛 第一个他家有危机 到现在还没拆 他现在是跟你申报说 我整栋要拆 不要那么磕好不好 不要那么磕好 然后不要那么磕 柯文哲的磕嘛 然后你看你今天真的很让人讽刺 你怎么会 你连处理都找一个家里有危见 然后把保护梯租给别人 也当停车场的人 然后叫他帮你处理 所以他又说 那个黄国昌是防腐剂的时候 你想想看一堆人不是都昏倒吗 然后你现在这个问题是李国昌去帮你处理开挖的事 那不挖还好 这就是我说的 从什么事情 从违反许划法 农地没农用 罚款 到你逃漏税被抓到 叫罚款 到你开挖 未来有行责的问题 废弃物 你那个问题是一直堆加 堆加到那个法律的层次 是越来越严重 你说到现在为止危机处理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把上面那一层抛掉就好了 还要开挖到两公尺 告诉大家底下有废弃物 不是 因为他是薄油 所以你不能只跑上面了 薄油 薄油有毒嘛 所以一定要 挖下去问题又大了嘛 然后你现在讲说 第二个 你现在讲说我买来就这样 现在证实你2020年有第二次整地啊 有一次整地跟二次整地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 你那些废弃物是一次整地还是二次整地 还是两次都有 不知道 所以你现在这个责任怎么归属 你现在整个的问题 你根本无从处理嘛 你捐款 其实你捐的那笔钱又怎么样 那个说一句白一点的话 那你就是不应该拿的钱嘛 你是违法赚来的嘛 被发现了才要捐的钱 对嘛违法赚来的嘛 那违法赚来的时候 一开始被发现 那个我不赖皮 我该搅的碎头搅 这个很奇怪 一个违法被抓到说我不赖皮 被抓到了才处理嘛 这有什么奇怪 如果不赖皮的话不是说 我之前都不知道 然后我回去看我那个农地的时候 既然违法使用 我不赖皮 我马上自己处理 如果是自己去处理 跟你被举发去处理 这差多少啊 的确 你拿那个土地税的单子 给我们看干嘛 地价税的单子给我们看干嘛 你要看 我加一堆每年都有缴好不好 有土地你不用缴地价税吗 现在大家问你的不是地价税 你那个租金没有缴税的问题 不是地价税的问题嘛 所以我觉得 我一去处理 当这件事情爆发以后 我不赖皮 但是他有说过一句 我认错嘛 我错了 我不应该买农地 我不应该买农地 你就算装傻 买农地的时候我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 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我认错 一切该法 该什么样 我全部都认错 有吗 他有说 我全部都认错吗 没有 他只说我不赖皮 他会讲这种话 很简单一件事 是相对于赖清德 我不赖皮 但是问题 违法有不赖皮的问题 违法被抓到 跟人家说我不赖皮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 那他把自己跟赖清德 放在同样的这个标准上 东华哥你觉得合理吗 那他只能这么做 你在面临到无法处理的 政治上 你却买了农地这件事 你变成无法处理 那你怎么办呢 就是长尾理论 或者是这个鲨鱼理论 我把它丢给 丢给 找其他的人来 来移转 那你要丢侯友宜 还是丢赖清德 当然丢赖清德 可是问题也是 这个选举到最后 后期的时候很好笑 因为三个人都有 都有房地产的事情 赖清德当然这个处理上 时间也比较慢 慢了一点 可是赖清德的事情 我觉得一般的人可以理解 因为他不是土地 本身有价值 可是你知道赖清德 很惊在他那个老家的 那个是不是违贱 侯友宜 因为刚才没讲到 我昨天 昨天坤玉有来你这里 我只记住 吴坤玉脸书上的一个标题 凯旋院的一单平 单平租金超过台北101 这个人设 侯友宜怎么会 侯友宜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柯文哲的核心 你没办法 柯文哲跟农地放在一起 所以他的处理到目前为止 只是尽量缩小伤口 但是那个伤口 不容易结痂 因为你为什么会去买农地 这件事情还是没有答案 所以相较之下侯友宜 有比较可以被理解吗 也很难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 毕竟不是月家 你不能跟我讲合法 然后你跟我讲说 那已经是我娘家 太太娘家继承的 因为你不能一边告诉我 你要给年轻人希望 一边剥夺他们的希望 也不要说一边给文化学生的房租 是这样子 就是说言行 这个时候一定要言行一致 你才能产生信任 侯友宜说我会照顾年轻人 我才能够相信你是真的 你不能跟我讲 你要照顾年轻人 然后这边再涨房租 这个会强碰 那赖清德不复杂 就是你要不要一直凹 他是不是违贱的问题 所以他后来 他也不能猜 他猜了就表示要错了 所以你看他解套的方式怎么样 我用公益信托 那公益信托 不要耽误大家时间 很简单 信托法里面第八章 全部在讲公益信托 他跟政治人物的财产信托 是又不一样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三件事情在20天之内 他会持续发酵 哪一个会发酵的比较严重 侯友宜跟赖清德都是旧的 可是侯友宜的那个 死无坤雨 你那一瓶房租超过101 我如果是侯友宜的幕僚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这个时候也不能降房租 一降就错 可是那个帽子戴在那里 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 很难解 很难解 太难了 这个难解会对接下来的民调 变成什么样的伤害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近这一段时间 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些话题 对民调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丽岛的这个96波民调 赖销配是37.5 猴照配32.6 那柯无配是16.3 然后呢这个是ET Today的 落差其实也不会很大 我们请教三位东老格 有一个说法说 在民进党内部获得的这个 他们做的一个内参民调 赖销跟猴照 现在比3%还要接近 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吗 有可能吗 我没有听过3%以内 但我知道是不会差距很大 或者这个不会差距很大的意思 你大概可以理解 在误差范围 比如假设它是正负2.6 2.9的话 就是不会超过 大概5%或多一点 或者也许有时候会到3% 因为他们现在做也是滚动 那可是我自己在看 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 看到有滚动市民调公开对外宣布 我比较不会执着在绝对的数字上面 我看的还是趋势 那趋势上面来讲就是 柯文哲的最清楚 他就往下掉 当然虽然柯文哲不喜欢这个美丽岛 那猴照咬着赖销的这个趋势 是确定的 现在我们只是没办法很精准的知道 猴照这一组咬住赖锦德的距离 它是会变成喇叭口继续扩大 还是它会收敛 因为目前来讲 因为太多家民调了 是今年真的民调特别多 我还在等你们家的 因为你们家也是每个月都有 是是是 但因为我现在势必要参考很多家民调 为什么 比如说每一日的缺点是没有手机 那一日的缺点它是封闭式的 你如果不在它的会员里面就不被问到 那你们家我记得有手机 有 所以我们会参考很多家的 那参考很多家的目的在哪里 我要确认趋势是什么 你现在可以确认就是 猴照在追 赖销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到底 到底那个距离是多少 有没有到超过误差范围 那柯文哲的时候虽然你看他掉下来 可是你如果执着在16.3的这个数字上 那你可能会 我们可能会猜错 因为不管怎么讲 柯文哲在30到39这一块是强的 20到29这块是强的 那这一块又是存手机族的比例比较高 那趋势大概就是确认这样子 那一二三名大概也确立了 唯一最难解释的就是第二名 到底距离第一名是多少 你是说三%以内吗 还要再参考其他的 我们一开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这个日本学者 小力远欣欣提到的说 赖锦德呢 这一组赖小培的确是领先 但是领先的幅度呢 又没有到不会被翻盘 比如说那个要超过六% 或七八%以上 对所以所以他现在看起来 上公你们的这个判断里面 他现在赖销领先的幅度 大概是不是就是在6%到7% 或是他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翻盘 当然你现阶段 我们讲从11月到12月初 其实民进党的内参民调是相对乐观 你听到是相对乐观 我说到12月初 相对乐观是超过5% 在8% 然后5到10%内移动 等等 他至少还是有一个在範园里面跑动 还没有掉的 还没有听到掉到5%以内 这样还是12月初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我相信民进党里面的民调一定有经过一段 12月初之后一定有经过一段紧张期 他们也是滚动式他一定有经过一段紧张期 我相信因为民党内参民调里面 他提供的给大家的参考人一定都是一些相对重要的人看 相对重要的人看 你说总统府也会急得要赖锦德处理房子的事 也急得在询问 也私底下也在询问很多律师的意见 怎么赖锦德的房子该怎么处理 连总统府都提到也在询问意见 要提供给赖锦德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的动作都这么紧张的时候 显示民调有一段时间应该是紧张的 应该是紧张的 然后你的选民里面在被这一件事情 一直没有一个处理的时候 那一种非常闷的态度 那个闷到我连走出门里面要去帮你拉票 人家都跟你说违贱都不处理怎么样 你知道那个闷 一直到赖锦德要处理完了以后 不管说公益信托等等 是不是等同于捐不管啊 但是赖锦德的支持者 民进党支持者至少出去外面就说 总统都承诺赖锦德的承诺 那会关出去啊 你看那个你去看那个柯文哲 你看柯文哲 你看柯文哲怎么贪 赖锦德还在问柯文哲要不要捐 他给了一个支持者的量能的 有底气啦 就比较有底气又站出去去扩大拉票 我们常说其实选举某种程度上 你必须利用人脉的扩增 我认识了陈东豪 陈东豪认识了谁 谁又认识了谁 帮忙一连串去拉票 所以他是一个人脉的极度扩张的过程当中 虽然赖锦德不认识他的支持者 很多不认识因为基层 但是基层支持你他必须有个量能出去拉票 当赖锦德做处理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压力转嫁到柯文哲跟侯友宜身上 现在大家看侯友宜你柯文哲怎么处理 侯友宜的是防你的房你的租金的问题 是不是造成相对剥夺感 你的农地的问题就是违法 你无法在违法中跳脱困境 结果现在又有新的可能设计违法 设计到刑者从罚还罚款到刑者 虽然又跳出去 所以你相对这些都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相对止血 把伤口开始缝合结痂的反而是赖锦德 反而是赖锦德 你也不用去深究公益信托 到底是怎么样捐还是怎么样 至少动作出来了 至少我有做处理 我用这样的解释 比如说像我们认识的朋友里面 有比如说爸爸妈妈 是选择了赖锦德或者侯友宜 那小孩子可能是支持柯文哲 那柯文哲不是要年轻人 去说服他的爸爸妈妈吗 那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讲 我们很容易理解农地这件事情 那小孩子要怎么跟爸爸讲说 农地那个是误会一场 很难讲 搞不好小孩子还被爸爸妈妈说服了 不管 那对赖锦德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是反手为攻 在之前赖锦德的支持者 要出去讲的时候 是要跟人家讲什么 那不是违贱 那会吵架的 就你不是在拉票 你是跟人家在辩论 对 所以他们的支持者也讲 现在他不用去跟人家辩论 不用吵架了 他就跟你讲 就关出去了 他就把他解释成捐出去 这种是口语传播的部分 那就不是在吵架了 那像侯友宜就 侯友宜我不晓得 国民党的支持者要怎么去解释 因为我就说为什么吴坤宜很坏 那解释 我那一平的租金不是 我到底为什么比101贵 对 或者怎么拉掉那个刻板印象 因为你这个时候 现在20天的时候 你不能吵架 我一定是拉票 那我一定很简单 我不能很复杂 所以 只要有人说他很喊蛮 很勾矣 很老实 结果有人说 那他为什么租金这么贵 对 那我如果要帮侯友宜拉票 我要怎么去解释这一段 所以最后阶段的时候 大家都在冲刺 你一定要想的是 我的支持者怎么帮我 他不会去跟人家吵架 不会玩家 而且是可以让人家至少同情你们 讲到青年的这部分 我们看一下 就是刚刚有提到 这个青壮男支持度的部分 现在赖清德是最高的 是35.8% 那柯文哲其实是下滑的 他降破三成 现在是27.2% 侯友宜20.3% 然后这个是30到39岁的话 是柯文哲最高 但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这个罚款罚则跟刑则的部分 旺哲你觉得呢 我们目前看起来 我目前看起来就是 侯友宜的民调大概是停住了 没有在往上冲的那个动力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刚刚用 刚刚美丽岛定了民调来看的话 可能是受到一些 一些大环境的因素 让侯友宜的话题 没办法继续延烧下去 因为你看侯友宜在整个蓝白分手之后 照片看回之后 大概就在三成左右打转 他最多就三成二 可是你要到他三成五以上 目前看起来没有那个空间在 可是这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 关于蓝营的基本盘 可能已经到饱和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相对而言 到青年支持度上 侯友宜就比较落后很比较多 还没有拉回来 那加上这次文大宿舍 这件案子 坦白讲我觉得 对选战影响有其次 但我觉得会影响到观感问题 就是你看蓝白的 国民党的选民大概回来差不多了 但是中间选民对国民党 就开始有点观望 然后再就进而影响到 整个社会当 对侯友宜的观感 这是最严重的地方 因为说真的 文大的学生 他反而不会觉得贵 可是其他学生 或其他中南部现实学生 或年轻人看到 一个月住到套房 住到16500 然后到17000 会有那种 相对播放感 会产生的更加剧烈 反而文大学生 我觉得他不会有太大影响 因为其他宿舍都很贵 对 因为其他宿舍都很贵 反而是其他年轻人会觉得说 那侯友宜不是要 选总统的人吗 为什么他自己的宿舍 反而这么贵 那你未来说 你要推什么 社会住宅 或推你们自己555方案 这公信力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他如果先不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他接下来要去谈提 他的居住正义 好像这个立足点就不够有底气 对不对 他是相对的嘛 就是你已经让人家觉得 你的房租为什么这么高 你受到一个对相对年轻人的剥夺感 另外一个我就常说一句话 付租金的是爸妈 还有一个爸妈的剥削感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两个层的 对 一次一次得罪两个事态 你说现阶段 不管我们普遍来说 我们不算硕士生吧 一般来说大学生 都在十八到二十二岁 这一个阶段 那父母大概在什么阶段 如果父母的阶段 大概就是五十岁 五十岁上下那个阶段 五十岁嘛 所以他会塑造两个世代的相对剥夺 所以你这一个问题 已经不是单纯的年轻问题 父母也在说 对啊 你不是要照顾年轻人 为什么我要缴这么高的租金 父母是付钱的嘛 所以他会相对造成两个层面的剥夺感 但我觉得我就一直讲很遗憾 当初赖清德问说 你要不要把它捐出来做公益 他就说我合法 做公益没有问题 我马上解约啊 我要百分之二十 无偿提供给那个低收入 我百分之十提供中低收入 多少等等 你至少把房子里面有一部分去照顾年轻人嘛 那人家就觉得说 的确你有一部分去照顾年轻人 你就直接讲说 我正在家里面 严离是不是要跟星光解约要这么做 那相对这个问题做完了以后 你后面就好说了嘛 但问题你这一步不说 你一直在强调 我的房子是合法 我都有缴税 今天不是合法跟缴税的问题 是你形塑的剥夺感的问题 是不是在他们的心底深处 都觉得这件事情 对选情没有真正的影响或伤害 因为反正我也没有其他更大的议题 你的确感觉是这样子 我没有抗中保台 我没有什么议题 因为在蓝营的心里就是说 反正这个成年老案了 你们再怎么打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涨个500块怎么了吗 他们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子 可是刚才回到他两位前辈讲说 中间选年轻人的心里会很 那500块也不是小钱 你知道吗 有些人打工 像一个小孩多少钱 150 200块 他也要加倍去努力 才能慢慢复得房租 所以你说现在侯友宜 我觉得他有点轻忽了这一点 因为你看他青年知识度 其实是三位里面最低的 那现在这一块 怎么样 青年知识度对他非常重要 刚才我讲说 还是因为低就干脆放弃 也许他真的放弃了 反正是要20天来不及了 直接放弃了 有可能 是喔 但是就如上公说的 还有父母这一层 还有父母的这个世代 反正就是这样20天 他做什么也许 也许他自己都没把握 所以有可能这个议题 你们觉得会再持续的延烧到悬前吗 如果他不处理 他就会在那里 你就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做一个动作 就像柯文哲一定要做某个动作 那个事情才会结束 比如说柯文哲最简单的方式 我把农地捐出去吗 也用捐的 对 就不用 好 我买错了 但我捐掉了 就是认错 因为捐农地是很伤的 是觉得很伤 可是我就表示我知道我做错了 我虽然没有讲我错了 但是我都 我把捐出去的话 我用动作代替 好 其实这一段时间 可以说侯友宜有一点可惜 因为本来在这个星期的总统证监会 很多人都认同 其实侯友宜表现的 还蛮不错的 先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重新为你打分 好 这个礼拜呢 我们看到了一场总统的证监发表会 还有一场副总统 那当然是主帅率先登场 我们现在来看到赖清德 我们一直在讨论说 其实他这个万里的老家为鉴 其实真的有点拖太久了 但其实总算他还是有个动作 而且选的时间点 或是说场合也还算不错 选在这个证监发表会上 直接就说了 这个万里宅我要公益信托 我们先请上工来 您很了解这个赖清德 在整个这个老家 到底要怎么处理的过程中间 跟他的团队的折冲 对吗 还一直坚持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 到一直越演越烈的时候 当然对于猜这一个字 赖清德是有底线的 就是说一直认为 它是一个继承的建筑物 没有违法怎么样 当你一猜的时候 就表示你错了 所以第一个 基于说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猜这个事情 在赖清德克很心目瞭里面 其实声音是蛮少的 第二个就是说 当你要走到哪里 走到说你要怎么处理 这个方式 捐 从捐开始一路讨论上去 所以我就说 包括连总统府都集到找律师 他们党中央也找律师 什么都在询问 有一些律师 对于这个房子的处理意见 当然你一问到律师 各有各的很多的意见 很多的意见 所以在很多次里面 包括每个礼拜三固定的 党政研讨会 党政平台里面 就三方党府跟行政院的 三方平台里面 其实包括连福利 连包括行政院 都认为 真的要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 那当然 大概礼拜一 在证监发表会礼拜一 他们最后还有一次讨论 最后一次讨论 一直到礼拜二定 因为他们当初在 你第一个解决的方式 要提出来的时候 他们有时间点 到底要在什么时间点去处理 原本早先的时候 大家说要总统辩论 他原本是想要在时间上 有考虑过辩论 有考论辩论 但是辩论时间定的太晚了 定的太晚了 那这个议题一直没有处理的话 他的伤口一直在 他的选举的量 一直在萎缩中 所以大家到讨论完了以后 他干脆就是在第一场 证监辩论讲 你觉得效果是好的 从第一场辩论 直接拉到第一场 那个证监发表会 所以在礼拜三的时候讲 上个礼拜三讲 否则的话 他们要拖到后面 那你证监发表会 证监发表会 还会不会被攻击 这个议题还在燃烧 所以他们干脆就 那既然大家谈定了 是这样做 那就直接在证监发表会就谈 他的时序是这样走下来 当然捐跟公益信托之间 还是有所谓的差别 刚才说 如果是捐的话 就没有什么叫你去看公益信托 那个信托法第八章 公益信托那个就不用看了 但是现阶段选举打到这边 谁都不会跟你谈这么多细节 细节了 就是他有处理嘛 他最快的方式就是 他直接把那个公益信托合约 然后找到有一个受托人之后 直接签 剩下的事情都是受托人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跟赖兴德他们一家没关系 赖兴德有一个前提 就矿区里面的 要处理 那个居住权获得保障 后台人 他有一个后子 提前 就是他的公益信托 他只要找到受托人 签完之后 剩下的都是受托人的执行问题 就跟他脱离 所以可以说在这场证件发表会上 不论赖兴德其他的表现如何 至少他这个动作让大家记得了 对不对 但是侯友宜在这场证件发表会上 其实我看到蛮多人的标题都是写 令人意外的好 就是他整个感觉 这就一件事嘛 我觉得陈东豪 希望是不一样 我觉得陈东豪进去跟人家辩论 应该说这个 大概只有40分 他辩不赢人家 结果他辩出来 70分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特别亮眼 你为什么不给我80分 70分80分都可以 你这种证件会就是各自支持者 特别亮眼 但是柯文哲普遍就觉得 没有柯粉也觉得他很好 真的吗 柯粉也会觉得他很好 但是其他人也会觉得不好 就是这种证件会就是讲给自己支持者听的 就是自己支持者 像他蓝拥 是吗 不应该把握这个机会 我觉得一件事 证件发表会 当然在你的印象中 在人民的印象中 它是一个很无趣的事 对 就是你上去讲讲就结束了 但是那一天意外的是 火火 大家有交锋 那侯友宜跟赖青的交锋的过程当中 柯文哲在那边 柯文哲并没有参与那个交锋 对 并没有参与那个交锋 那大家都觉得说 他是一个证件发表会 又不是证件辩论会 对 他说没有人告诉我是辩论啊 这就说一句白一点的话 刚才我们谈到 他特别谈到说陈国军 侯友宜旁边的陈国军 金服冲是打过中东选举的 赖青的旁边的邱毅人 小马他们那一些人 马永成他们都是打过选举的 打过阿扁总统选举的 那柯文哲旁边谁打过总统选举 没有 坦白说一句话 证件发表会 他本身就是一个选举战场 选举战场 你有没有去沙盘推演过 大家会讲什么 会不会在证件发表会里面 提我什么 你注意看一件事 柯文哲讲贪腐的时候 赖青的拿出来说 你八年你有108个官员贪污被起诉 比郝龙斌还高等等 然后侯友宜你在市长跟副市长任内 你起诉多少人 这叫什么 准备 沙盘推演 他沙盘推演到说 你提这个数据的时候 你提出来 民进党贪腐怎么样的时候 我要拿什么东西去反击你 最简单的 他把数据都记下来 这叫什么 沙盘推演后的反击 像侯友宜在反击这点的时候 他就直接告诉你说 九成是我主动移送的 因为他有阵风 这个就是平衡掉赖青的攻击 但柯文哲就在状况外 柯文哲就是人家 人家抛出来的东西 他就不回答 完全不回答 所以你如果看民调 前面在看民调的时候 因为赖青的跟侯友宜是有互动的 柯文哲好像自身事外 然后农地的事情也没回答 所以当然是他们两个往上跑 柯文哲往下跑 你没有发现 证件会某种程度上 是蓝绿对决 连证件会都出现这个状况 但也是他自己把自己演成了这样子的角色 就像上公讲 我觉得他的幕僚并没有 他的盘队都有问题 把他视为一个战场 你有农地的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在这一场证件发表会的时候 会不会被攻击到或什么 那个沙盘推演里面 因为农地已经是两三天前的事情 已经发生了 我很意外 柯文哲跟他的团队完全没有准备 完全没有准备 他完全没有 不用意外 因为是柯文哲团队 蓝细人丢出来的时候 柯文哲就当作没听到 继续讲他的啊 可能就像旺哲说的 因为他的准备就是 我是要来跟我的支持者说话 我没有想要再获得更多的 他只讲举暖而已 他只想对他支持他话而已 那就反映在民调上面 所以我就说 我们第二场等着看 柯文哲会不会改变 应该会 他应该第二场的火力 应该会全开 我们要看柯文哲第二场 会不会改变 因为他第一场 已经 已经大家认为说 没有存在感 没有参战 你就会在讲自己 但是第二场呢 如果持续这样的话 就不用对他期待了 是吗 因为这个跟他人设不符合 不符合啊 应该是要有战力啦 这三个里面 最会讲话的应该是柯文哲 我们来看一下赵少康 因为那一天他的口误 真是让人有点 是他累了嘛 今天又持续口误 礼拜六 礼拜六又讲张启才 对对对 虽然是国台语双声道 但是有一种感觉 我现在还在看电视节目 是不是跟他本人这个 这段时间累积起来的 电视节目主持的这个形象 还没有把他一个切割开来 我没有办法信任他 作为一个副总统候选人 会有这种感觉吗 他有一点这个味道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过去主持节目的性格 因为有来宾嘛 所以他会抛问题给来宾 抛问题抛嘛 所以你注意看他在副手的证件发表会的时候 你也可以很清楚看到他 他在不断的抛问题 肖女士 讲赖清德的问题 肖女士就一直在抛问题 他是在抛问题的过程当中 但是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主持节目过程当中 你抛错问题或是讲错话 那是你是主持 你还可以修正干什么 这是证件发表 证件发表会 其实副手 副手 哪有什么证件 他的证件不是都是总统的证件吗 那证件发表会 其实最大的关键是什么 你不要失分 那你觉得他有失分吗 我说这是要件 你看就是你赵少康你讲了多少话 但是大家最关注的是你口误那一段 对不对 所以昨天你就看到很多最热的 就是他口误那一段 如果配合核友宇那一天的 那就口误那一段 所以证件发表会副手 基本上先求不失分 先求不伤身 先求不伤身再求疗孝 你要先求这个 因为你是副手 你的证件可以超越总统候选人吗 还是总统候选人没提的 你在提或是等等吗 所以他的证件某种程度上 他就已经被规范在总统候选人证件之下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求的是我表现稳定不失分 所以你看到吴欣宇在念稿 你看到肖美景也在念稿 但是你看他在稿子的内容 其实他也已经预设很多你会问我的问题 包括国籍的问题 包括两岸的问题 包括中华民国的问题 包括核电的问题 你注意看他整个架构都摆在那边 所以很意外的是 吴欣宇在那边讲碳排放 绿能怎么样 萧美琴的稿子里面也有 在谈什么 在谈什么 其实某种程度上 这是什么 萧美琴他在预设里面 你们会谈什么 我的着重点在哪里 否则政策这么多 我要怎么做呢 他特别还是以女性 去特别强调那个社会福利 所以萧美琴那一个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三轮的稿子里面 是有设定的 是有设定 那意外的就是 他跟吴欣宇的稿子内容 有点对上 有点对上 他跟赵少康谈到两岸之间的问题 国防的问题也对上 所以这是一个沙盘推演 你再回过去总统那一块 柯文哲真的要学习 下一次政见会的沙盘推演 你要攻人家什么 你也可能被攻什么 你才会在那一个场面上 不会被撂到旁边去 那东豪哥本来对吴欣宇的期待值 我们刚才是在讲期待值 本来是几分 后来可以打几分 我没有打分数 因为其实 我只记录Joni Walker 差不多大 原来大家都喝这个 突然很好奇他的标价是多少 可是以他爸爸的年纪 那个时候的Joni Walker 应该不是一般的人 我在看的时候 其实三个副总统候选人 不自觉地表露出他自己的成长背景 为什么用Joni Walker 因为这是吴欣宇的成长背景 那这个可能会有贫富这些的浅台词在里面 赵康赵道哥就是在看赵康战情史 好 可是 其实平常你讲 他一开始的台语 起手是很好 很好 但是他那个口误 在连接那个侯友宇那一场 在那个民事前面 不是比了一个 我相信他是要比胜利 可是他忘记赖青人也是二号 这两个 我觉得有点触眉头 因为他们都是要打着赖 都要抓赖 因为第二名一定要盯着 紧咬的第一名 所以其他的都还OK 细节不论 比如有一些讯息错误 这也不论 肖美情人就很清楚了 其实也反映他 他是混血儿的那个背景 所以从国籍那些 他都反映了 那他的论述 他不能抢赖青人 对 所以他的方式来讲 就是不犯错 可是对传统知识者来讲 会有共鸣 但是他能不能跨到 中间最后的游离票 不知道 那因为世界上二十天 一萎缩